我详细看四福音是在后面顺次序 主题式是让大家知道 在新的圣经讲关于耶稣有不同的主题 其实不止这些主题 不过我抽出其中一些主题 其中一个就是主耶稣是神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重要呢? 大家都听过耶华见证人 他们是不信耶稣是神 其实也不止是耶华见证人 也有不同的人他们会否认耶稣的神圣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神圣是非常重要的 马太二章十一节那里就讲到 博士苦福拜那小孩子 所以这里是拜祂 然后马太八章二节有个长大麻风 又是来拜祂 但是你这样去想 即是他说去拜 马太是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来说 大声一点 不会拜别的神 也不会拜别人 怎么会拜呢? 所以马太会这样记载 并且他一开始就讲到耶稣的家谱 所以有些犹太人看的时候 哇 什么这么犹太化呢? 他就发觉 其实马太夫是真的对于犹太人来说 哇 好像看他们旧约圣经那样的 即是里面说的东西一开始就像旧约圣经那样的铺排 而这里会说到他拜祂 第三 马太九章十八节都是讲到管梅堂的来拜祂 第四 船上的人都拜祂 那个妇人 加南的妇人也都拜祂 西比泰太的母亲就上来拜祂 耶稣复活之后的妇女就抱着她的脚拜祂 马太二十八章十七节的门徒 看到耶稣就拜祂 马可夫人就是隔离心被鬼附的人 跑过去拜祂 路加二十四章五十二节的门徒 又是去拜耶稣 约翰一章一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都见过他的荣光 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这个就讲到道就是神 所以祂就是神 祂与神同在 祂又是神 在耶稣见证人他就会这样说 祂说 这里就是 is a god 因为他们要否认 他们那个新世界译本 就把它改成是is a god 但是呢 就是有人就好去回应他 去问他 他说你们是不是 有这个多神论的 他说不是 我们不是多神论 那为什么除了新神还有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神的呢 那所以呢 他们无言可答 难道他们又信多一个神吗 为什么耶稣是另一个神 有一个天上的神 有一个另一个神呢 所以这里是不 就是他们是 勉强 因为他们想不通关于 神 圣经说到耶稣是神 他们没有办法想得通这件事 他就变成了他的教义 我都想讲讲很多人 就将这个道成了肉身 就变成了神道成肉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很多人说神道成肉身 有没有听过 他不是道成了肉身 他是神道成了肉身 那他的道就不是 不是这个道 道就是the word of god 就是神将他自己 这个word成了肉身 就不是神道成肉身 譬如有时人都会这样讲的 他说 谁是神仙道成肉身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有些电影 中国电影有时都会讲 谁是古代的人道成肉身 这个讲法其实是不合乎 圣经的文法的 圣经是说道成肉身 所以我们就不要说神道成肉身 或者耶稣道成肉身 不是他道成肉身 是道成了肉身 然后接着约翰9章38节 都是拜耶稣 这个生留黑眼的人 以后之后 多玛就说我的主 我的神 其实有更多地方 其实耶稣讲七次 比如他说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中文圣经 我本来就翻译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其实他的原文是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其实这个已经是说他是神的了 他说信我的人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人不可以说这句话 怎么可以说你信我 又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所以其实还有更多说话 我在下面那里顺次序 我写了很多神圣的地方 就是我也都解释的 就是我用了很多时间写的下面 那个顺次序 解释四福音那里 这个是topical 主题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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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